大家好 欢迎来到Mets学院 上节课我们已经学到了我们循环中的for循环 也是比较复杂的一种循环 那接下来这节课 接着来看一下剩下的两个循环 一个是我们的well循环 一个是dowell循环 接着再看这儿 当我们想使用for循环的时候呢 我们会根据控制精确次数的时候 要想到用for循环 而当根据条件的真或假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要选择well循环 或者是dowell循环 那首先来看一下well循环和dowell循环的一个语法结构 同样的要搞清楚这个循环的一个执行流程就没有问题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来一个例子 well16 首先well循环和dowell循环它的语法结构 well表达式循环体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dowell呢是do发果号 well再来判断这个表达式 循环体 它们两个的区别是well碰到well循环 首先应该判断一下这个表达式的真假 如果表达式为真 会执行我们的循环体 当执行完毕之后 再来判断这个表达式 直到表达式为假 或者说我们在程序内部通过break来结束这个循环 那整个well循环才结束 而dowell呢和well差不多 但是它们的区别是 dowell会无条件的执行一次循环体 接着再来判断这个表达式是否为真 那如果为真的话 继续执行循环体 直到这个表达式为假 或者说我们碰到break之后才结束 这是well循环和dowell循环的一个区别 那接着简单来看一下 写生一个well $i小于等于10 写生一个$i等于1 输出一下1到10的数字 比较简单 那接着看到 程序碰到well循环的时候 首先取出表达式的值 是否为真 如果为真的话 来执行我们的循环体 执行完毕之后 再来判断这个表达式 所以说 当我们根据表达式的真或假的时候 要选择well循环 或者dowell循环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接着你会看到 1到10 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没有写 到了再加加加 看到这样写的时候 就是一个死循环 1永远小于等于10 接着让到再加加就可以 好 把它关掉 从前来启动一下 你看到1到10的一个效果 那接着再看 我们想求一下 假如说 就拿我们刚才写的死循环为例 来看一下 $i等于1 接着写成一个well $i大于等于0 那这个条件肯定为真 I call一下$i没问题 同样的我想输出1到10 这时候我就需要在循环体内 有结束循环的一个条件 判断一下 if$i如果大于10的话 这时候 break掉就可以 $i加加 如果大于10的话 结束 通过break 同样的可以结束well循环 结束well循环 好 再来看一下 刷新 也是1到10的一个效果 那接着可以写break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写continue 代表跳过当次循环 进入下次循环 那接着写成一个$i等于1 well $i小于等于10 输出一下$i 那接着判断一下 如果$i要等于等于3的话 这时候我们写成一个continue 代表跳过当次循环 接着应该让$i加加 else呢 我们就直接在这来写 $i加加 这样一个效果 那现在你看到 当程序碰到well循环的时候 首先判断条件是否为真 那为真 执行一下循环体 输出1 1等于等于3 为假接着加加 再判断2小于等于10为真 输出2 以此类推 如果输出3的时候再来看 等于等于3为真了 接着加加 加加之后碰到continue了 代表跳过当次循环了 那这时候是不是也输出3了 对吧 那接着你可以把它放到下面来 放到下面来输出 这样效果就不一样了 你看到会输出的结果是 1245678910 没有3的一个效果 代表跳过当次循环 进入下次循环 跳入 进入下次循环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接着再往下 well呢 你可以换一种形式来写 可以通过 冒号和underwell的形式 来替代这对花口号 underwell 程度的来写 echo一个 this is a test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接着你再break掉就可以 结束 现在你会看到一个 this is a test 就结束了 接着可以通过 冒号和underwell的形式 来替代这个花口号 也可以 那接着再往下看 看一下dowell dowell和well的区别就是 看条件是否为真 它会无条件地执行一次循环体 首先do echo一个 this is a dowell 接着再往下 判断一下条件是否为真 如果现在条件典型的一个假 是执行不到循环体的 如果是well的话 而dowell会无条件地执行一次循环体 再来判断这个条件 那这时候你会看到 会输出一个 this is a dowell 这样的效果 接着判断表达是为假了 整个循环就要结束了 同样的dowell没有另外一种写法 不可以通过冒号和underwell的形式 来替代 记住dowell是没有这种形式的 那现在搞清楚这个循环的流程 就没有问题 在这儿我们写的循环都是一些测试代码 等以后到具体案例中 我们同样的会用到这些循环 并不是说循环学到这就结束了 以后在具体案例中 我们用到的时候 再来详细的使用就可以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简单学到了 我们的剩下的两种循环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well和dowell 练习一下就可以 那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